老斯莱斯魅影保险杠受损 车主嫌经销商报的维修价格太贵 于是便找到了道克 想让他帮忙修复 据车主介绍是在停车的时候 不小心把钱杠这块给划破了 就这么一小块区域 其他地方一点问题都没有 经销商那边报价8500马内 难怪车主会嫌贵 道克表示自己500就能给他修复好 不用去整那些花里胡哨的 将车子开回修理车库 给引擎盖打开 用千斤顶将车头两侧举起 然后展示咱们的拧螺丝手艺 把这保险杠上的固定螺丝都拧了 拧螺丝的过程 道克还在保险杠的边缘贴了一些胶布 防止损坏到顶杠的元器 之所以要先取下这个顶杠 是因为钱格杉这两边都分别有一个 隐藏的固定螺丝 需要给它们拧掉 才能将下杠取出来 把这里面的雾灯连同支架 一起拆卸下来 还有这个装饰格杉 反正能拆的都拆干净 方便等会的修复工作 道克是这么打算的 把这块损坏的面板敲回去 然后利用塑料焊机 给裂缝的位置点焊一遍 话不多说直接开始鼓道 第一遍焊接完是 用角磨机给焊缝的地方打磨一圈 接着再继续焊第二遍 焊接过程 道克用的那个材料是玻璃纤维 虽然修理的手法粗糙了点 但是效果还挺不错 内面板也用角磨机给它打磨平整 清洁干净 随后往上面刷上一层特殊胶 用于加强它的抗脏能力 干燥好后 道克试了一下 非常的beautiful 接下来的步骤就该是刮逆子了 道克这修理店的逆子 似乎都是这种蓝色的 还挺好看 第一层逆子处理完事 接着再刮上 第二层 道克这细节处理的真心到位 中间这位置有一块凸起的区域 需要标记出来 不然容易给它一起打磨平 那样的话会影响整体的美观 确认逆子没问题 紧接着道克将底漆上好了 用磨砂机给整个保险杠打磨一圈 将其拿到喷漆房 调制所需的漆色 开始上色漆 就这完全跟新的没啥区别啊 给它装回车上 这辆劳斯莱斯魅影的保险杠 修到这里也就完工了 老规矩给车子清洗一遍 然后咱们来看看整体的效果如何 这么简单处理一下 直接省了八千码内 如果不借助仪器 基本看不出修复的痕迹